不过刚刚呢 就大家都很赞同 就零之间有这个自恋型人格 但不管他怎么样 那他有没有站立呢 他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何去何从呢 我们先来看到网络温度计做的一份 他关于他的声量调查 请导播给我们上一张 我们看这个好了 就是他的网络好感度的变化 这张图 事实上你可以发现呢 在这个19号的时候 府院党已经拍板支持要合并升格 之后呢 用网络上就一直批评 就完全是因人设事嘛 所以这个负面声量开始呢 让他的好感度暴跌 在这个22号这一天呢 创下了这个新低 接下来几天 不管他怎么样回应 其实这个好感度 怎么样都上不去 直到昨天晚上 他宣布弃选大新竹市长 他的好感度暴冲 整个冲高回到了1.24 拉出一波新的正能量 那这个东西对他后续 有没有帮助呢 我刚刚就先问海翔说 他这一招到底是不是以退为进 还有民进党是不是帮他已经瞧好位置了 而且是瞧得更好 那么包括像是 我们的朋友罗友志 他就认为说 什么 这真的是高招耶 大新竹升格 但是对林志堅来讲 他升级了 他等于也 墊高了自己未来的政治路 是这样吗 海翔 我觉得这个好感度其实 他拉长远来看都没什么意义 他就是一时之间的新闻 你下周可能就忘记你此时此刻 对林志堅的感觉 但是确实没错 现在今年的状况也非常特别 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在 如果不是5月份疫情爆发 郑文灿早就已经在当行政院长了 就算不是郑文灿也是陈建仁 苏贞昌早就下台了 然后也许在两周之前 所有人都觉得苏贞昌现在此刻 已经下台了 郑文灿已经在准备主隔了 但没想到公投的结果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就导致 就是所有人都被毒死 我在那边跟大家报个八卦好了 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你常看中天 你可能很少再看有线电视台了 有线电视台很多都是绿营的 就是关系良好嘛 此时此刻 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 还在有线电视频道 平谱里面的新闻台 都收到了潘梦安啊 林佑昌的业配 那些什么业配呢 就是找个议题 然后记者就去问他 被指定要问什么题目 问说卸任之后你的生涯规划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会搅柔作态的 你回答记者这个问题说 这个成功不必载我啊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啊 各位此时此刻 民进党政治人物 他们正在用公家的资源 去买这个业配 因为所有人都很急 潘梦安已经两任了 林佑昌已经两任了 大家都在找工作 原本早就该入阁的人 全部被毒死了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很急啊 所以每个人都各显神通 林佑昌在前阵子 已经来好几次了 故意找柯文哲的麻烦 然后呢 就是要把自己的声量激起来 不就跟这个操作是一样的吗 跟林佑昌的操作是一样的吗 那你觉得林佑昌有因此升级了吗 恐怕也未必啊 这都是一日行情 或是一周行情啊 那潘梦安 当然潘梦安的实力字不在话下 人家是新潮流重点培养的下一代 原本讲说高雄市长 搞不好就是要给他去选的 那他的实力当然是不一样 但是总之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我觉得其实 在看林志坚这个问题 之所以难看就难看在什么 他在欺负很多朋友 也许你们记性不是非常好 今年8月30号有一个什么样的新闻 今年8月30号有一个新闻是 郑文灿在被问到 林志坚是不是要选桃园市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其实 原本在内阁改组的声浪当中就讲说 哎呀这个大家呼声最高的可能就是 林志坚可能先入阁 或是林佑昌入阁 然后呢再下来 要选台北的要选桃园的什么的 然后在那个规划当中 然后就有人跑去问郑文灿 结果郑文灿就吐出一句 让大家出乎意料之外的 说林志坚不在桃园未来的规划当中 不在未来桃园政治版图的规划当中 还记得那是一个多重要的转折点吗 你在今年8月30号之前 绝对看不到林志坚 讲任何关于新竹合并升格这件事情 或新竹升格这件事情都没有 没有它是9月份才丢出来的 一句话都没有 而且在郑文灿讲完这句话之后不到两周 林志坚开始讲新竹升格 新竹合并 这不是不要脸 什么叫不要脸啊 这真的就是不演了耶 这才是真正不演了 完全不装耶 我原本一心想要去选桃园 桃园这门打枪不给我去了之后 我开始回来讲说新竹可以升格 新竹可以合并 这个是不是不要脸 那你觉得他好感度会 你就因此对他有好感了吗 他原本就像流氓要到你家 庆门大户说要去抢你家 然后后来发现大家都在骂我 好那我先不抢了 你要谢谢他吗 你觉得他很棒是不是 这真的是怎么样 你就谢谢他了 你就觉得说是要感谢他的恩德了是不是 所以民众不要那么好骗 这全部都是在玩的 那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不知道啦 但是总之 总之被征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能存在的 然后再来呢 他如果心心念念想要去当 想要这个把合并升格这件事情 当成重要的事 主管主管是谁 内政部 那你就跟徐国勇交换嘛 你就跟徐国勇交换啊 你去当内政部长啊 所以现在传出有可能内阁啊 入阁啊就是内政部长啊 我觉得搞不好啊 这听起来铺垫的那个话术是存在的 因为 因为他一直说我现在 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新竹升格完成 那你就去跟徐国勇交换 徐国勇也被传过很多次啊 说要选台北市啊 选桃园市啊 或是选新竹市也可以啊 你就下来选 林志坚去当内政部长就好了 反正都是你的人 随便你怎么玩嘛 不过林志坚真的是不愁没出入没工作啦 包括像黄伟瀚也说 他像刚刚他有提了可以选桃园 那或是入阁当官 那民进党呢 已经通过六都由主席征召 所以蔡总统叫他选哪里 就选哪里 那最后他认为说 直较是深格与否 要讨论的是国土规划 还有才华法 而不是地制法 那王鸿威呢 他说 他直接呛赌了啦 他要林志坚说到做到 那不要在大兴族合并成真 之后又搞出了林志坚 因为民调最高 我不要选 但是党要征召我 只好为党牺牲勇于承担 这种话 那如果你没有说到做到的话呢 就应该要退出政坛 结果网友拼命就灌爆了 宏伟贾在脸书 就说他的话你也信啊 塔律班的话你也信 看看那个骗神明的当官 当多大的官 所以网友的意思是怎么样 大家都不相信林志坚的话 都觉得他这是一个假动作 历史哥 这个要讲到 所谓的承诺这件事 我们高昂市长 那承诺可多了 随便举吧 谢长廷 这个我要退出政坛 他也是我们前高中市长 退去哪里了 退去日本更爽 爽翻天 还害死一个外交官 到现在还不愿承认 前阵子我遇到这个罗智翔强哥 他说他被这个啊 这个 这个谢长廷搞得很惨 我说为什么 因为谢长廷呢一直告他 他用他的那个论文 他用他的这个脸书的文章 他也告他 而且两级两审告好 告嘛 总共告了四审 他说光这个律师费 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全部自己掏腰包 那谢长廷的钱哪里来呢 公部门刚刚出吗 还是哪里来 没人知道 但是他 他败诉他也一直告 有这种人那么笨的吗 那肯定这钱不是他的嘛 那再来这个 我们高雄的女孩 台南女孩叫做定会啊 我们高雄的女孩叫什么 叫菊姐嘛 菊姐也是被弃高雄跑去中央啊 所以其实你说看这个所谓的承诺 政治人物承诺 听听就好 特别民进党的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神明都可骗 还有什么不可骗 所以我是觉得 洪伟姐很善良啦 就是相信说 你这就抓 他就抓有用 有用 有用的话哦 那今天孙昌会 还在行政院吗 今天他还在行政院吗 陈菊 这个有用的话 他现在会一离开高雄 户口还留着啦 两间房子马上卖掉了 我们高雄都很清楚嘛 所以其实大家了解 为什么林志坚不敢这样做 如果今天林志坚是在南部的首长 他的本性就露出来了 那刚才 建平说他是一个赌徒性格 赌徒是要有输有赢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林志坚这个人啊 他是自恋型赌徒 所以他只能赢不能输 这叫拔牌掉 拔牌掉就是他这种人 除非戳牌 对对对戳牌 对对对 发工发一半 投降输一半 有这种事吗 他当然是这样 其实我发现有趣哦 新竹这边的这个政治 好像自恋型特别多 那个郑曹芳也非常的自恋啊 这个郑曹芳本来是郑永金的小孩嘛 他现在要 就之前要选新竹县 他其实当时还什么县市联手 强强出击 他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想隔壁桃源应该很清楚 他谈报告的到处都是啊 我们那时候路过新竹 郑曹芳也很自恋 他还把他的维基百科改的多美啊 他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 对不对 维基百科一个中央委员 一个国民党的讯息都没有 连他罢了这国民党籍都把他拿掉 所以这就是很厉害啦 刚才凯阳哥也提到一个 大数据是看后面怎么死的 我到后来跟大家讲哦 其实这所有东西都可以操作 嗯 所有东西都可以操作 我相信我们中天 这个转型成新媒体一年了 应该感受游身啊 那我们也感受很深啊 林志坚这个人他到底怎么起来的 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哦 解构这个人就可以回答今天地质法的一个答案了 他如果没有蔡英文总统这样背书 大家知道吗 上个礼拜一我才在广播早上才在讲说 2029 2022啊 2022我们九都见 那时候我是开个玩笑 不过我猜大概至少七都或八都嘛 因为彰化拿来配嘛 那他就会过 下午马上消息就出来说什么呢 蔡英文下令 新竹一定要给他升格 所以林志坚改今天玩这一局 他是有充分的什么 充分的后党在帮助他 他说什么柯建民什么 哎我要小半部啊 我布局都小半部 哎这个是老实讲 这个是这个对岸 常常在用的一种说法 小半部啊快半部啊等等 所以也不错啊 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或者是共产党的东西读得很稠透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 脑袋挂里面全部都是政治 他有一点点人民吗 他有一丝丝人民的在他心中啊 对他们来讲 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他根本不在意啦老实讲啊 他真的在意所谓的新竹 是新竹线有多好吗 如果有你一生懸命 你从你第一天就任 你就知道要升格 难道你第一天到新竹吗 不是嘛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逻辑啊 他其实很清楚嘛 他就是因为本来就像刚才 诸位分析都非常精彩 桃园入阁 新竹仇除满之搞了半天 最后得到了王的背书啦 他是王的男人啊 他就是还是那个懦弱性格 所以我们讲一件事情哦 来图显这件事的真正荒谬之处 禁腹恶毒 地治法敢禁腹恶毒 所以现在被人家笑称叫皇帝的帝嘛 总预算也敢禁腹恶毒 那个玉变什么 被玉钱的玉嘛 这个皇帝玉驾亲生的玉嘛 他敢这样玩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收回来 他其实在火力测试 这个中华民国还有哪一个事情 比地治法跟总预算还要更重要的法案 地治法是牵涉全台湾全国的这个 所谓国土规划 总预算是牵涉全部的钱 所以土地的事情 钱的事情 都敢禁腹恶毒 我跟大家预告 明年会有很多禁腹恶毒 而这一次只是稍微收敛一下 因为他内部还没巧评 因为就我刚才讲有政朝方 那你总预算还里面还有各个立委 他要去争取自己的战功嘛 他要回去跟相信说 那个桥是我争取预算什么的 他还没有巧评 所以退回来 那这个退回来只是一时而已 此一时彼此 明年大家等着看